中国华北地区洪水还没消退 杜苏瑞台风环流持续侵袭中国东北 黑洪江和吉林省多地从2号开始连日暴雨 不但失去淹水河水泛滥 连接哈尔滨与牡丹江的高速公路受到暴雨影响 更出现桥梁坍塌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行车记录器拍下前方一辆白色汽车 因为来不及反应直接坠落的情况 幸好驾驶及时救出 另一旁的绿色防护栏也已经毁损变形 另一方面看到吉林市也出现疑似连日降雨 导致桥上水泥增重造成桥梁坍塌 直接砸中一辆过路的汽车 场面相当惊人 极端的暴雨袭击 中国华北地区启用了7处蓄洪区 上百名居民被迫千里 而因为泄洪导致受在最严重的河北卓州 几乎是全程淹没 不过现在还困在洪水中的卓州 却又传出要进行第二次泄洪 中国灾情逐渐扩大 华北东北各地更出现大淹水 中国官员也坦承 这次的灾情已经超过2012年的721水患 当时习近平呼吁各地政府建设像海绵一样的城市 来吸收大量降雨 不过11年过去 中国栽逢水患肆虐 也让各界关注中国城市的建设品质 以及应急救灾能力 根据彭博报道 专上指出这些海绵城市根本没办法应对极端降雨 尤其从这次杜苏瑞在华北引起灾情 可见海绵设施并未发挥作用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水利物官员坦承 下游河岛行洪能力有限 行洪压力非常大 河北城水利厅夫厅长里纳也表示 几乎可用水曼卓州来形容当地惨况 预计最快一星期可退水 而地势低的地方恐怕要长达一个月才能完全退水 中国国家预设中心三日则表示 东北省份8月份的降雨量恐怕会暴增50% 谢谢张卫生找你报道